小宇 为了进一步查明小宇的死因 警方建议小宇妈准备饭菜 将杨阳喊到家里 以探求小宇生前 不为人知的事情 杨阳 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 我就准备了几道小宇爱吃的菜 你尝尝合不合胃口啊 你要是觉得不好吃 阿姨再去做点别的 谢谢阿姨 您对小宇真好 要是我爸妈能这么对我 我也不会想 我也会天天回家的 没事 既然你跟小宇是好朋友 那以后他家就是你家 你常来 对不起啊 阿姨 其实那天小宇去找奶奶 我知道 我当时要是拦着她点就好了 她去找奶奶什么事情啊 她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那天有事 我要是去了 说不定就没事了 也说不定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啊 阿姨 小宇她想出国交换的事 您知道吗 我知道的呀 她不是说不去吗 是 她一开始说学费太贵了 她知道您没钱 后来刘奶奶给了她钱 她就想着 她想打工把这钱给她还上 她就想着她 这孩子 你要说她爱学习 我是百分之百支持的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但是 这一下子跑到国外那么远 这万一头疼脑热的 我也不能照顾她 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上哪儿去找她 是不是 主要 她爸也死得早 我们哪里啊 就这么相依为命 我 我真的是一步都不能离开她 我就怕她万一出岔子 阿姨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管我 他们都说我是野孩子 我爸妈天天就知道吵架 我生病了他们也怪我 我是真没意思 我不懂为什么 小宇这么幸福 她还总说自己很痛苦 她 她为什么痛苦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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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天早上五点钟 就起来给她做早饭 我下了班 又得赶回来给她做晚饭 晚上我还要去别人家里 打草卫生 我 我一个人打两分工 是为了什么 我不就是为了她 能够上个好大学 能够有出息吗 我 我为了养她 我一天都不敢闲着 我敢忙发烧 也不敢请假 我每天 每天就吊着一口气赚钱 我都没有说过一句哭啊 我爸妈跟您完全相反 他们一吵架 我连书都看不进去 我上课也走神 他们就说我贪玩 中考考我没考好 他们说我 读书是浪费钱 做什么都不行 以后出门扫大街都没人要 要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 对不起啊 阿姨 我以为小宇跟我一样了 杨阳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 你告诉阿姨是什么意思 杨阳 你先等一下啊 怎么是你 你来我家做什么 这我收拾我妈遗物的时候发现 我本来想烧了 但我看他们笑得好开心啊 我从来没见我妈这么笑过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 我分不清楚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小宇 笑得这么开心了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之前小薛疯性子 开花了 我们陪刘奶奶去看 身手派了一场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好心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 行 行 算 算我来错了 我走 叔叔 您明明挺好的 为什么一直对晓宇 和奶奶这么凶呢 我觉得奶奶很可怜 她一直都在为 小婧和阿姨的死自责 可是你又不理她 晓宇陪着奶奶 你还要把她打伤 为什么呢 你打了我们家晓宇 你为什么要打她 算我对不起她吗 现在人都死了 你现在说对不起 你有什么用啊 现在人都死了 你说 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还有你阿姨阿姨 你刚刚也跟我说对不起 你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难受啊 就是难受啊 嗯 其实刚刚我们猜测了很多 这三万块钱究竟是 干什么去 但起码我们有一个东西是 挠对了的 这个小宇的妈妈 对小宇的这种爱是不正常的 她是这个高压的一个东西 很主观 你不能离开我的身边 对 然后她的 这小宇 着急出国 肯定是为了逃离她吗 这个杨阳有很多事情隐瞒着 她都没往外说 好 刘宁跟她母亲的关系 是跟她的妹妹小静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大家看得出来就是 小宇妈妈为了小宇 其实付出了太多太多 就是把自己的 所有的身心 全部的精力 全部投入到小宇身上 杨阳小宇还有奶奶 她们其实三个人 都有个共通点 就是过得不幸福 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她们三个人 才会走到一起 互相给予温暖 对 在杨阳身上 也看到了她不幸福的 那一面 小宇在奶奶那儿 只有在奶奶那儿 才能够得到一份关爱 当她看到奶奶 死亡了以后 她会不会崩溃啊 我觉得有可能 有可能她会想自杀 我猜她可能就是想出国 然后逃离她妈妈 然后可能 因为她们是在一个 什么群里认识的 我还是没有 这个信息一直没有释出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前段时间因为刚好 那个出了一个案件 那个叫 她们应该是入的是个 自杀群 自杀群 自杀群也有可能 自杀群 自杀群也有可能 是的 好